這個天天使蛋糕 其實它是不值得 它是主要是用蛋白去做的 台上的老師認真解說 這次的蛋糕是使用蛋白為基底 讓學員們可以吃的沒有負擔 這是永和婦女會定期舉辦的烹飪課 琳琳滿目的課程設計 翻開課本就可以看到 而每次上課都高朋滿座 這次為了迎接母親節 特別提供學員們 學習製作黑天使蛋糕和棉花糖 而受課的老師黃素珍 也是婦女會會員 提供自己的專長與姐妹們分享 體會教學鄉長的樂趣 主要一般的蛋糕是用全蛋去做 那我今天用的所謂天使 就是用蛋白 那蛋白對我們這一些 這一些媽媽們就比較沒有負擔 然後黑糖也是 大家都知道黑糖也是對身體 是比較好的 所以今天為了慶祝 禮拜天是母親節 那我特地做了黑糖蛋糕 要來請各位姐妹們大家吃 仔細的示範每一個步驟 用黑糖替代容易發胖的砂糖 也用天然的檸檬汁代替加工品 全部加入蛋白後打到發泡 檸檬的香味馬上撲鼻而來 大家都撲不及待的一聞就近 再來把蛋糕糊均勻攪拌 倒入模具 就可以放入烤箱等待20分鐘 在等待期間把檸檬皮磨成裝飾品備用 現場大姐們親自上台體驗玩得不易樂乎 立委林德福的夫人曾月桂女士也到場發放康耐心 進駐現場的姐姐們母親節快樂 讓氣氛熱鬧不已 我們在這個婦女會裡面呢 它不僅是課程多 而且每一次每一個課程都很活潑 然後尤其是烹飪課 它是最多人的 烤好的蛋糕冷卻完成 就可以倒上檸檬糖漿和檸檬裝飾 大家小心翼翼的裝飾著蛋糕體 美麗的黑天使蛋糕就完成了 再來就是棉花糖的教學 同樣使用蛋白當作主要成分 好吃又健康 每個人聚精會神使用擠花袋的樣子 認真的申請彷彿回到18歲 烹飪班的課程很豐富 而且收費非常的便宜 它一堂課只有50塊 可是在這裡你可以學到很多 而且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同年級的婦女朋友們 在這裡學習 能夠讓自己走出家庭有一片天空 能夠多多走出家門 學習新知識和增長廚藝 充實自己的閒暇時光 最重要的是和大家環聚一堂 互相交流和學習 為自己的母親節增添多彩多姿的回憶 中佳新聞 中佳慈永和報導 在這裡學習新知識 隔壁 像羅勺 還可以